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麦门上海观天下频道 从今天开始啊,我将看一个新的系列 就叫做炒A股赚一百万 开这个系列的目的是什么呢 本系列将以本人股票账户进行A股石盘交易的方式 来达到赚取一百万人民币的最终目标 请注意啊,我本人绝对不招收股票会员 我不靠炒股票或招收股票会员骗会员的钱过日子 就像我做油管频道一样,仅仅是一种兴趣爱好 我也不是股神,只是一个老股民 有二十多年的炒股试人经验,理论水平很不高 历史战绩也很一般 股票炒作肯定会有盈有亏 也很有可能永远达不到赚到一百万的目标 但是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奋斗的过程啊 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这里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个风险提示 本系列所有的石盘操作 对任何人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和指导 股市有风险,若是需谨慎 如果有网友看了本系列的石盘视频 去炒作A股所造成的亏损 本频道该不负责,特资生命 大家好,欢迎收看妈咪上海观天下频道 今天是2021年11月3号 收盘了啊,看一下 反正香蕉不涨不跌是吧 就那个鸟样 家伟性昨天跌了9个多点,今天只跌了是吧 昨天沙跌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反正今天大盘涨了33点多 还可以啊,板块看一下 板块嘛 涨幅前列的港口航运,绿色电力煤炭 电力抽水蓄能 是吧,煤炭干液 这些东西,那些东西电力煤炭 我今天又看了一下那个券商板块 有点意思啊,有点纯纯一动 是吧 其他怎么说呢 也没什么大戏,上岗集团 沙跌了又上来 反正怎么说呢 你把握得住就玩这样的玩 你把握不住就拿着是吧 我一般就是喜欢做突破的票 突破现在前段时间大发不好 很多失败了 突破了失败,失败了就往下打 往下打你就拿着 对吧,主要你的相对的那个位置不是很高的话 都有几套机会 是吧,都有几套机会 你看像天津港 上岗集团打那么深了 是吧 6块多打到跌了50% 4块多跌了50%了 都有,都又起来了 是吧,宁波港 你看港口是吧 你说港口哪里好 不知道,反正跌多了就长呗 对 烟草,对哦 烟草那个什么东西啊 陕西经验对吧 跌的最厉害 青红泽为什么 长起来不知道啊 我们烟草是专卖制度 烟草制度是专卖的 烟草公司没有一个是上市公司 为什么 他不需要钱 他不要到股票市场来捐钱啊 他钱多的花也花不完 是吧 烟草公司 烟草专卖 只要有专卖 有门槛的 有那个进入 行业有进入门槛的 我跟你讲 都是 相对来说是垄断 垄断行业 是吧 你看陕西经验今天不行了吧 那都是垄断行业 你他根本不要劝钱啊 他钱多的花也花不完 全世界中国的那个 烟草是最多的啊 所以我也是老烟草是吧 分封职业做那个烟外面那个包装纸的 反正也就那样吧 没东西炒吧 再乱炒炒一把 烟草是吧 教育 港口航运的话怎么说呢 还可以吧 我看看港口航运有什么东西值得关注的 是吧 这种 那种爹市呢 再起来啊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适合里面的资金 等待解套出局是吧 广州港 广州港还可以 他没怎么跌是吧 但是盘石塔 实际流通15个亿 青岛港 唐山港 那种 没怎么跌了 你看 下来还可以 对吧 那种可以搞一下 连运港可以的 连运港是 一带一路7点 好港口有可能是 一带一路的那个东西 有可能这次上面会有 对吧 相关港 不行了 两根大辫子 大天线 不行了 相关港 我我我我我玩过一把 赚了 我记得我赚了一千块钱吧 哈哈哈 其他没什么东西了 天津港 天津港 谁利用我资全国啊 云波港可以的 港口的几个票让我看看还可以 也就那样了 上港集团呢 今天是一次吧 上港吧 上海港还可以 拿着吧 没什么大戏了 上风黄呢 好了 下一张单了 今天就这样 126357 126357 剪掉 剪掉昨天的126132 126132 225 好吧 上户盈利225块 今天就这样